也是爱吃剩余片的老头不能错过 这家店的海鲜 都是老板亲自到基隆挑选的 为了保持新鲜 运送的过程全程供给氧气 而且花八万块 装了具有海水养殖能力的水族箱 店里面最受欢迎的鰻鱼饭 选用的是 宜兰山泉水养出的鰻鱼 没有土味 再搭配老板自制的烧烤酱 烤到外俗内嫩 刀工俐落 全神灌注 主厨以多年的经验 处理各种不同鱼种 而海鲜新不新鲜 生鱼片是绝对骗不了人的 他们这边海鲜 我觉得因为他们的环境 非常的清油 然后他们的环境也非常的干净 再加上他们选的食材 也非常的新鲜 然后刚刚我吃过的口感 我也觉得非常的弹牙 可口 就是是一家非常值得推荐的店 这里的海鲜都是主厨前往 基隆砍栽顶批货 他经验丰富 认识当地渔民 因此可以拿到便宜又新鲜的水产 因为我们长期去砍栽顶购买 所以有固定配合的渔船跟厂商 那厂商有些时候会帮我们预留 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给我们使用 有一些就是活体卵丝 石雕 海战车 红河龙虾之类的 如何让产地到餐桌新鲜度不变 主厨也是下足苦工 我们有购买冰箱跟打氧气的 然后渔民会给我们一些海水 让它能够保持活体 回到店里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店内备有专业的海水水族箱 确保海鲜能够每天都活跳跳 我们的水族箱都会固定 请人家来更换海水 然后如果海水的原度不够的时候 我们也会自己调配海水盐下去 让它的盐分跟一般的海水的咸度一样 这样它的寿命也比较长 店内还有另外一道老饕必点的鰻鱼饭 宜兰三泉水饲养的鰻鱼 配上店家的独门酱汁 一口鰻鱼 一口饭 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我们鰻鱼是使用就是 宜兰当地渔民自己饭 放养的就是买鰻苗回去放养的鰻鱼 然后它是使用宜兰三泉水下去养殖的 所以它比较不会像一般外面 会有一点点的土味这样 那我们的鰻鱼酱是使用它本身的鰻骨跟一些 它的干那些的食材下去熬煮的 所以它会比较甘甜 比较天然这样 因为我本身蛮爱吃鰻鱼饭 然后我喜欢吃这家鰻鱼饭是 它虽然很少主打鰻鱼饭 但是它卖鱼烤的外表是脆的 里面是很嫩 然后它的酱汁调配得非常好 配合食杰推出当令的海鲜 像这盘握寿司 包含干贝 卵丝 和比目鱼等新鲜水产 让客人可以品尝到最鲜美的味道 我觉得师傅本身他非常的用心 他在食材挑选上都会以新鲜为考量 而且以当界食材为主 那我觉得整个口感吃起来 可以吃到那个鲜味 温馨的店面 靠着主厨职人般的调理精神 与新鲜的海鲜 让您不用到渔港 就可以品尝到仿佛置身大海的鲜味 记者陈玉轩 蔡琼满 陈宇童 太别忘了